全身上下第一個刺青 全身上下第一個刺青 看一下 這邊寫的是 一段話 拳擊女孩 別忘了 記得 別 記得 你為什麼 開始 開始 你看這一次比賽後來拿牌之後 其實很多就是國際媒體 都注意到你手上的刺青 對 給我們看一下 這是你的左手 這可以拉起來一下 這麼多耶 這個是不是台灣 對 那還有呢 這個女生看起來 她是美人魚公主 美人 美人魚公主 那是你最喜歡的 對 迪士尼的角色 這個就是有跟一直 鬼秘一起刺的 她是刺長髮公主 然後我是刺美人魚公主 然後我們都覺得 沒有臉這樣 比較好看 那後面這個呢 她是愛吃鬼巧達 但是她其實手上有拿了一個小貝貝 就是我那個 平常睡覺的時候也會有一個小貝貝 對 她就是也是朋友設計的一個角色 但她很特別是穿著我們高中校服 這是高中校服 但其實她是男生 可是她穿的是女生校服 對 故意的吧 故意的 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對 對 對 沒錯 歐永環這什麼時候刺的 昨天 昨天 真的 誰幫你刺的 朋友 本來想叫爸爸 但是爸爸工作太累了 爸爸工作太累了 所以爸爸是刺青絲 也是刺青絲 這個就是爸爸刺的 他其實是玩具總統的一個角色 對 所以當時這台灣什麼時候刺的 台灣其實是在這全部的圖 第一個在這裡的 這很 好胖 喜歡 喜歡 就是其實是一個 就是像可能大多數人對刺青就是一種 刻板印象就是 壞小孩 對不對 那我就是 因為從小就是看爸爸在家刺青 所以其實我自己對刺青是滿有嚮往 但是我不想刺爸爸他那種傳統圖 他那是恰流恰厚嗎 對 OK 他就是恰靈恰厚那種 然後我就是想跟別人不一樣 我就想刺這種可愛風 可愛的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所以爸爸其實刺這個時候還蠻吃力的 然後他就這樣 你這個真的是補了我耶 還要畫這種很可愛的 可是他沒關係 你畫 你幫我刺上去就好 所以這次我跟他一起分工合作 我先把他瞄出來 然後把他幫我刺上去 刺上去 OK 那很重要支撐你比賽的 還有在鎖骨的這個 對這個是 這個才真的是全身上下第一個刺青 全身上第一個刺青 看一下 這邊寫的是 一段話 拳擊女孩 別忘了 記得 記得 你為什麼 開始 開始 對 那個 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 對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 就是在網路上看到這段話 但全景女孩沒有 是看到這一段 記得你為什麼開始 然後 去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啊 就是莫忘初衷 然後要了解你為什麼 開始從事什麼事情 不要忘記最初那個 初衷是什麼 這樣 然後那時候看到這段話 就覺得 還蠻鼓舞自己的 然後在18歲年裡 我就跟爸爸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刺上這段話 然後我還把它放在 心臟的上方 隨時放在心上 嗯 對 跟著一起心跳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就是 把它刺上去 那種意義是很非凡的 然後在18歲那年的生日禮物 就是這個刺青